胡明轩不服气 意见连铁青脸 赵锐乐开花 杜丰霍北下课 王朝再也没有了 广东南篮到底谁想输谁想赢 CBA联赛季后赛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今天晚上广东南篮在主场迎战广沙南篮 最终被广沙南篮核心孙明辉的关键三分球 直接把广东南篮送走了 广东南篮结束了本赛季 球迷非常的遗憾 通过本场比赛来看细心的球迷 应该从球员的反应来看清了 本场比赛广东南篮谁不想赢 到底是谁特别想赢比赛 到底是谁输赢不在乎 首先本场比赛中广东南篮这边最拼命的 也是表现最出色的是胡明轩 胡明轩是本场比赛的最大功臣 本场比赛广东后卫胡明轩出场29分钟 投篮13中 53分5中 三法球三中两得到15分四篮板 两注公正负值加9 最后时刻他拼到六贩离场 一直黑着脸看起来非常不服气的感觉 还有一位是广东南篮的老将易建联 赛后易建联非常沮丧 也很遗憾地离开了场地 球迷呼喊下赛季再见 但是球迷担心再也见不到易建联了 因为前段时间已经暴露出来一些消息 易建联本赛季结束后或被退役 所以易建联和胡明轩特别想赢比赛 给球队带来一个总冠军 只有赵瑞在赛后一直笑得非常开心 完全看不到他脸上那种伤心的感觉 这种表现都想让球迷感到意外